老公31岁来自合肥 是一名厨师 女嘉宾小贩22岁 同样来自合肥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有请 来 好 去吧 给搬一个凳子来 坐着路吧 来 来 我们在准备 这个节目的时候知道 其实女嘉宾是受了伤的 所以给你准备了一个凳子 对吧 这个伤是 你这次要跟她分手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吧 是的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这个伤是怎么来的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手术 因为我腿上原来 小时候就长了一个痣 我觉得不好看 就把它去掉了 出院的时候 医生也特别叮嘱我了 让我的伤口不要再碰水 但是那天晚上 她不在家 卫生间的水管在漏水 我就打电话 让她回来修一下 之后她说 她在跑滴滴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让我自己去修 那我没办法呀 那我只能自己下床去修 我当时这只脚不能用力 我就只能一只脚跳着去 等我到卫生间的时候 那水不小心给我滑倒了 当时伤口就泡在水里面了 我当时挣扎了好一会儿 急忙打电话 让我闺蜜过来 最后还是我闺蜜 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所以属于感染了是吧 对 当时医生说 伤口感染得挺严重的 我当时听了心里特别害怕 然后我闺蜜问我 你男朋友搞哪去了 他怎么不在家呀 我说他去跑滴滴了 他就给我看了他的朋友圈 他根本没有去跑滴滴 因为他的朋友圈 刚刚更新了一个动态 刚才他正在跟朋友 在喝酒吃饭呢 为什么他的朋友圈你没有 反而是你闺蜜有的 我也不知道 我到后来我才发现 他不仅骗了我 他还把我给屏蔽了 当时我几个很重要的朋友 好多年没有来过 知道吧 我肯定要去接待一下他们 你知道他的脚有伤吗 我知道 你知道他的腿不能沾水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修完 再去陪朋友呢 因为这朋友很多年没过来 都是从好远过来的 不是从好远过来 你修完水管再回去 被打个招呼 说等一下我家里跑水了 我把水处理完 那接着喝 当时我从家走的时候 水好好的 那你为什么骗他呢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他 说我在跟朋友喝酒 我不是怕他生气吗 他讨厌我出去 跟别人吃吃喝喝的 那你还去 所以骗了他 听姑娘讲这段的时候 其实还讲得比较平静 而且在小片里 也说他欺骗过你很多次 对不对 对 在资料里面 你们俩其实是分手过 对 为什么要分手告诉大家 他本来骗对我也挺好的 但是呢 后来他做了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特别受不了 他总说自己太忙了 工作挣钱 没时间陪我 可是总不能成为 忽略我的理由吧 经常加班不告诉我 有一次我们俩约会 约在下午五点钟 在一个广场见面 然后在一起去逛街的 可是我等了他 三个多小时 他都没有来 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也没有接 我当时酒店临时来了一桌非常重要的客人 打电话叫我回去 我在酒店里面干了十来年 我不可能随随便便就不来 我太不负责任了吧 那你不能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当时手机已经快没有电了 我到店里面就接着忙 忙到十点多 根本没时间给手机充电 当天晚上我就特别生气 他到十点多钟才回来 之后我就把门给锁上了 然后呢 你是锁 我在外面待了一夜吗 一天没睡觉 第二天继续上班 那是你活该 那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嘛 他因为这事都骗了 我不止一次两次耽误时间了 明白就是经常骗你对吧 然后就从那次 你就跟他分手了是吗 那次其实还没分 就不叫分手是吧 只是关了他一宿 对 后面的事就大了 对不对 然后 我们两个人呢 平时也很少在一起 因为他要上班 我要上学嘛 那次他好不容易休息 他就约我出去 那我挺高兴的 但是呢 当天我有一个有课 而且还是系主任的课 但是我为了陪他 我就请假了 之后呢 我们两个出去 他开着车子 他也在兼职滴滴嘛 嗯 然后呢 当天早上就拉了一个 顺道拉了一个乘客 等那个乘客下车之后呢 他就一直在那儿跑 那我就坐在边上 他一直都不顾忌我 一直跑到下午两点多钟 后来来了一个乘客 上了有四个人 当时车上没地方坐了 那他就让我下去 在原地等他 那我当时那么多人挺尴尬 我也不想让他难堪 我就下车去等他 一直从下午两点钟 等到他四点多钟 他都没有来接我 我整整等了他两个多小时 没想到他就直接让我 坐公交车去找他 那我特别生气 我又直接给去学校了 我不是想多拉一点人 多挣一点钱吗 前段时间你说你想买一个包 我看的包挺漂亮的 我想给你买 三百多块钱 我那天就准备去把包 给你买回来了 包买回来了吗 买回来了 行 可是他就买那个包 平时对我也不能省就省嘛 有一次我们两个去爬山 下山的时候我鞋有点磨脚 然后我就想让他背我 可是他不背我 不背我就算了 我就排队坐缆车嘛 他就不让我坐 他就为了省了点钱 不让我花缆车的钱 他不知道当时排队排了多少人 起码前面有二三十个人 我们其实走下去的话 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时间 而且你还要浪费了几十块钱 多浪费啊 那我的脚都磨破了 那他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我感觉嘛 大家都是年轻人对吧 又不是七老八十的 但那身体挺好的 他总是这样子 这个事其实都不是大事 我们看他们资料都知道 就这种事在他们俩的这个事件当中 你可以说是男生的节省 也可以说是女生的矫情 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说 对呀 你讲那件我想听他解释的事 他在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上欺骗了你 你告诉大家是什么 因为他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二十五岁 我觉得差五岁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大一点挺会照顾人的 可是相处三个月下来的时候 有一次他让我去帮他拿一下钱包 我就不小心看到了钱包里面的身份证 我就看一下年龄 没想到他都已经三十岁了 我当时就质问他为什么要骗我 那天聚会的时候不就说过了吗 我这顺口说出我二十五岁 没想到你当真了 我也没有后来也没有去解释对吧 那我要是当初知道你三十岁 那我也不会那么快答应你啊 对这不是重点 还有更大的谎言呢 说吧 过了一段时间觉得他骗我 这个年龄也可以接受 后来我发现了 他还有一件事情骗着我 就我们相处一年了 他带我回家见了他父母 然后呢那天我跟他父母相处的也挺好 但是中午的时候他带我去楼下买吃的 等我上楼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听到 他隔壁邻居跟他妈妈说 这姑娘可比你家孩子那前妻好多了 我当时一听就懵了 他没告诉我他离过婚呀 可是你从来也没有问过呀 我也不是故意要隐瞒的 那这种事情还需要问吗 可是我离婚已经很久了 我也不想拿这个事情来影响我们现在的感情 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所以知道这件事之后 这姑娘选择了分手对不对 我当时特别生气 那我直接就把买的东西摔在脸上就走了 对你看走了 后来怎么又回来的呢 后来他还不是求我吗 呦你还自己都乐了啊 他一求你就觉得这事过去了是吧 那也没有 主要是他那天啊 在楼下捧了一束花 还用蜡烛摆了一个心形 因为那是人生第一次有男生这样做 我当时心里还挺感动的 然后我觉得他的态度还蛮诚恳的 之后我就又同意跟他在一起了 主持人听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 你不知道我费了九流二虎之力 才把他给追回来的 当时他说要跟我分手 我当时都疯掉了 我天天打电话发信息 都不管用 他都不理我 不接我电话 我没办法 我只有跑到大学校去 买了一束花 然后买了一些蜡烛 在他下面喊他的名字 喊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愿意下来见我 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 我这一次打死都不会松手的 我一直在那里求他求他 他回来就勉强答应了 对啊 我当时是勉强答应了 可是我以为经过这些事情 他就会变好 他就会不会再骗我 可我哪知道 没过多久他就又骗我了 那次我早上上完课 在宿舍等他 等到他晚上九点钟 他下班了 我想让他过来接我 送我回家 他就说车没什么油了 让我自己坐车去找他 那我们学校到他上班 那个地方也挺远的 而且晚上大晚上的坐车 特别不方便 坐公鸟车也特别不好等 他都没有考虑过我的安全 都是成年人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问你啊 你为什么骗他呀 从年龄到婚史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我不是 我一直在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个朋友 生日聚会上没认识的 然后呢 然后当时我就留了 他的微信号码 我就请他吃过几次饭 然后彼此都挺 感觉都挺好的 你为什么离异啊 上一段 什么原因啊 感情不合吧 告诉他就是了 就他没问我 我一直在 你刚才的解释是说 因为你没问我是吧 对 因为我准备找一个 合适的机会 跟他讲一下 结果一直没有等到 之后然后让他意外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事 是瞒着他的 没有事 什么事都没有了 对 那你明天和朋友去喝酒 为什么又骗他呢 那是他反感 我经常出去 那你也不能骗他呀 我也不知道 可能这个是一个习惯吧 骗成习惯了 就是你对他说谎 是一种习惯 善意的谎言 我也不是愿意去骗他 其实 好吧 你这次是下定决心 要分手吗 还是其实还在犹豫 其实还是有一点犹豫的吧 犹豫什么 你能告诉大家吗 因为首先我跟他谈了 大概一年多了 时间也挺长的 一是时间长 我为他付出 也付出了很多感情 他这人平时 对我也是挺好的 之前早上我要上早课去 然后呢起步来 他就早起给我做早饭 还给我打包好 给我带到学校去吃 但是我同学都羡慕我 现在还这样吗 现在不怎么这样 有时候他给我钱 让我自己去买早饭 为什么呢 不是啊 我有时时间的话 我在家还是做饭给他吃的 那是很少了 你这次为什么来呀 就是因为他 分手 所以我想分手 分手就分了呗 怎么就分不掉呢 每次分手他就去求我 我心一软我 就只要他一求你 你就会心软是吧 那你好不好奇 你为什么心软啊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 不知道啊 你同学知道 你这些恋情吗 我同学知道 其实他们也劝我 劝你什么 我跟他可能不适合结婚 你家里人见过他吗 没见过 但是之前有一次 以朋友的身份见过 你父母对他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他的这些事情 我父母也不知道 你也没说过是吧 不敢说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想跟他分手 是真想分手 还是说想听听 我这手要不要分 是介于哪一种 别人都说我跟他不合适 可是我又分不掉 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 只能说爱不爱 不能说合不合适吧 只能说爱不爱 不能说合不合适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那种 他对你好吗 其实有一些 偶尔的小细节也 偶尔的小细节 好 大方向呢 大方向的话 就平时比较照顾我 你挺享受他的照顾的 是吧 道理应该怎么办 这段感情应该怎么走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先来跟女生说 有两个成语 自作自受 咎由自取 这两个成语 如果你还要是坚持 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这两个成语将会成为 你日后的一个后果 就所有的后果和结果 都是你今天所做的决定 得来的 你太容易哄骗了 你知道 三天一小谎 五天一大谎 他已经撒谎 成性了 你还能原谅他 还能接受他 还能跟他在一起 我跟你说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他对自己的婚屎都能隐瞒 你知道他有没有孩子呀 如果他有一天 突然告诉你说 我有一孩子 你没问我呀 所以我没跟你说呀 怎么办 你能承受得起这个后果吗 所以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对自己 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底线 千万不要做那种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的人 千万不要 否则的话到最后 大家不会同情你的 会觉得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创造的条件 会觉得你现在的纵容 就是为你日后的痛苦 在挖掘坟墓 对男生就在你身上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现在说 微信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他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动态 然后也可以偷窥一个人的隐私 甚至还可能有很多的秘密存在 一个男生 就说最基本的一点 对自己的女朋友 屏蔽朋友圈 这件事就足以证明 这个男生有多渣 其他的话就不说了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苏老师 你所有的所谓的跟他的爱 对他的原谅 感动和你心软 都是基于情绪的 你在他身边有安全感吗 没有 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 没有安全感的人呢 你会嫁给一个 没有安全感的人吗 不会 对 你说是不会 但你明明知道 你不会嫁给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又会原谅他 去跟他恋爱呢 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 这就是情绪 一个人没有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所以会到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我们有时候会很奇怪 就底线是经常被突破 然后一次一次被突破后 又重新形成了 为什么你的底线一直后退的 一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骗你去吃 去和朋友吃喝玩乐 你就受不了了 到后来你发现 他有前进 你都能原谅他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底线在一旦 一度地被突破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有孩子这件事情 你照样会被他哄回来 这还是在婚前呢 姑娘 你可能没有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 他对你的那些感动啊 很感人啊 那些东西叫好 什么是好 好的前提是 好的前提是 真诚嘛 没有真诚这个前提的好 叫好吗 它叫哄骗 什么是哄 让你的情绪达到高潮 这叫哄 什么叫骗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让你受伤 这叫骗 这就是哄骗 两个字的来源 你一直处于 他的哄骗之中 认为自己爱上他 或者认为自己 是一个爱情 如果一段爱情 没有真诚为前提 没有诚实为前提 所有一切的真相 都要靠你自己 去发掘的话 那我认为 你是在看一出美剧 你不就谈恋爱 你这爱情叠战片啊 连身边的那个人 都不能相信的时候 你还能相信什么 这个人是你不能相信 没有安全感的 你要让这个人 在你身边躺一辈子 就是因为他能偶尔让你开心 至于男生 我只是想奉劝 你一句 靠骗这些事情 能够一时成功 以后你会摔很大很大的梗头 一个人想要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真的好 前提永远是真诚 靠骗 是没有办法 让你好好的度过一生了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陆七老师 来 陆老师 我给你定义一下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 视乎于一个谎言 是不是善意的 要看谁 从这个谎言当中 获取好处 你觉得你这个谎言 是他获取了好处 还是你获取了好处 显然是你嘛 对吧 你怕告诉了他 他会离开你嘛 所以这不是善意的谎言 这是有意的欺骗 是恶意的欺骗 对不对 你明明知道 有意识的欺骗 和无意识的不坦白 是两回事 对吧 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 跟自己所爱的人说 来 亲爱的 我们谈谈我们的过去吧 那是有病 但是明明知道 自己曾经有一些 难以割舍的一些 重大的往事 是对你们之间的将来 是有联系作用的 你明明知道 说出来 是有可能产生一些影响的 你不说 这不就是欺骗吗 你说呢 所以你找了一个 涉事很浅的大学生嘛 对吧 可能你内心深处 数次的 尝试着说服自己 他骗我年龄 他骗我婚事 真的如他所说 是因为害怕失去 你曾经这样说服过自己没有 然后呢 当好不容易用这番话 把自己说服了之后 再加上一颗筹码 你看他有的时候 还是很爱我的 鲜花 蜡烛 下跪 那种决心 他是爱我的 对不对 对 他如果要是真爱你的话 他为什么会在你身上有伤的时候 不回来呢 你来告诉我 他忙 忙 忙得喝酒 没时间回来照顾你 就是你比酒友要重要了 客人那几百块钱 比你在烈日下 等两个小时重要了 如果他是一个能够在鲜花当中 在蜡烛当中向你招手 同时想尽办法要把你找回来的那个人 他怎么可能把你扔在烈日下两个小时 看着你一个人泡在厨房的水中 怎么可能呢 所以事实证明 他的那种所谓的骗你 以及鲜花和蜡烛 只是想占有你而已 看一个男人是否爱自己 不是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听他没说什么 不是看他有准备的行动 而是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举动 所有男生的那种所谓的套路 都是有准备的 只有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那才是真实 就像他刚刚不经意地说出了一句话 我骗你已经骗成了习惯 这就是不经意的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撒谎 喜欢言不由衷 其实他是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 而每个人的过去是自己人生当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自己也不认可他自己的过去 他更不相信你会认可他 所以这个长相老实的 有过婚事的男人 也许对你只是喜欢 喜欢你的单纯 喜欢你的好骗 也或许在跟你交往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 有过那么一点点真实的感情 但是他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真正的爱人来尊重 你听明白了没 待会儿你门转进去之后 你不要去想鲜花 不要想蜡烛 不要想那些曾经追求你的疯狂 你只要想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在哪里就足够 明白吗 当然你出来的话我也不意外 而且此时此刻 我相信你内心深处 依然在觉得我没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为了拥有他 但是为了拥有一个女人 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你说呢 你看他又笑了 无可要救 就这样吧 好 你因为出来没关系 我们就是这个建议 不在情绪里做事 加强自己对生活和尝试的认知 OK 一起进入到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今天听了评论老师的建议 我知道我错了很多 对你撒了很多谎 可是我也不是有意的 下一次你放心 我一定对你坦白 我不会再撒谎 你不要跟我分手 我真的很在意你 那你之前跟我撒过那么多谎 我怎么知道你以后还会不会对我撒谎了 我真的很害怕你继续骗我 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 没必要分手 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再跟你继续下去了 我想再考虑考虑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欺骗自己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再考虑考虑吧 好 请问杨登 我再给你讲一个常识啊 我只说常识 一个人说他在单位里很重要 有重要接待的时候 这个人必须出现 可是这个人平常 老在开滴滴专车 常识上说明 这个人在单位就没那么重要 因为他有闲暇的时间去开滴滴专车 他基本就是被边缘化的 听别把我说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他没用 我可没说他没用 我只是说在这个舞台他都没说实话 他在骗我们说 有一天他骗你是因为酒店来了重要的客户 他要陪到十点他自己去做菜 怎么可能吗 这就是个常识嘛 我说的对吗兄弟 一个饭店的大厨 工作了十几年最重要的厨师 开滴滴 得了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只拿常识说事啊 我不推测人性 来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啊 小姑娘还让他自己走吧 这他得学会自己面对 来 请关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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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就说 请说实话 没话请回 您随便 还有吗 我还要回去找他 去吧 谢谢你啊 我还要做 现在一个天赛 你了 还有什么 这我还要 这我很想 我还要 我还要